是失敗的 也是不行的 都可以的 網上流傳很多戴著口罩 都可以用Face ID解鎖的方法 今次我們看到有一個 就是用口罩適著半邊面 來設定Face ID 以成功解鎖 這麼神奇 是不是真的可以用? 試試吧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新的口罩 未用過的口罩 因為它會碰到你的臉 摺一半 然後就勾在一邊的耳朵 遮住半面 現在它就說我被人遮住 我看能否騙到它 覺得口罩跟我融為一體 好 行了行了行了 騙到了 好 OK 現在我們就要 把口罩放在另一邊 好 搞定 見證奇蹟的時刻 好 第一次 是失敗的 不要緊 第二次 就直接戴整個口罩 好 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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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露出少許鼻子 看看會否騙到它 應該還未這麼聰明 露出鼻子是可以的 露出鼻子是可以的 很開心 原來我的鼻子是這麼有用的 現在遮多一點鼻子 給它一個鼻涼 不要給它 遮住鼻頭 好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不過就有人說 就算平常正常地設置臉 ID 只要露出鼻子 都可以解鎖 不用這麼麻煩 交這麼多東西 這個就跟剛才我用戴著口罩 設置臉 ID的位置 就差不多 這個鼻頭 OK 都是不行的 可以了 我現在是來到這個位置 我的人中的中間 撿了整個鼻子 實施完 我們發現其實這個方法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不用露整個鼻孔出來 不過我們都用手去拉少少口罩下來 其實要碰到手也有點危險 而且我們不是每一次都可以的 都是事得事不得的 所以我們都是建議大家 用密碼就最好了